今天我要完成一个 你来唱歌 我来猜的挑战 我要在两个小时内 找到20个人完成挑战 并且请他们吃饺子 有些负责很简单 路人随机会听到一首中文歌曲 并抒情的演唱出来 我和我的小伙伴来猜 给猜对的路人 都会得到美味的热脚这一份 我和陶吉演出的德国人 在大街上会不会唱歌 这是什么 你那你 Investig散策 你确定还给我信 你确定不词 你指控制毙 你语略了 你不用习写 你语练 你自己的意思 我训练 你 Rough 我训练 啊 你是真的 你 Nasch 不过我训练 对不起 像一首 你是蝶子 你是蜗蜓 很棒 我真的看到你 你就是个 superstar 耶耶耶耶耶耶 很棒 下一首 啊说 蛤 哈哈哈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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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你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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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嗯嗯嗯嗯 嗯嗯嗯 嗯嗯嗯 我想是 sa 哎呀 那我們是很容易就來 twitter說太簡單 important 這就直接 无论Dozie 让我感到说 五十六 cathedral 哄哄哄哄哄哄哄 哄哄哄哄哄 Wick� Aqui 耶耶耶耶 谢谢� 像一首 没猜出来了 给大家积鼓脸了 现在唱完我只听出来了4个字 但是单凭这四个词 还是很难猜出来是什么歌 接着我又把前后的几句 听了一些 分别是 根据德国人应该发布出 七日七的特征 那么这首歌只可能是这个 我真的很惊讶 仅仅只有两个人放弃了 在大街上展示自我的机会 这个视频我们一共送出了将近一百个饺子 它真的很好 那我超喜欢 其中还有两个路人 要我把这些饺子送给那些 更需要食物的人 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动 我认为这些词词叫做 烤吃不过饺子 它叫做 烤吃不过饺子 烤吃不过饺子 哦,OK 如果你们还想看 让外国人体验什么 PENGON 告诉我 可以 它这个可以 只要腹的腹就腹的腹 对 可以 厉害 厉害这个 我一会儿 我说